三国纷纷乱冰娇 四外里狼烟滚滚动枪刀 周公锦定下一条火工计 这诸葛亮解东风 要把曹操的战船烧 石方才武宗亮老师给您表演的这一段叫做 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之蛇战群儒 说的好极了 好好在哪了 评书八门功课 说表平序批谈论讲 您听这一段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这批 因为三国演义这个书 大家伙老师多少年都明白 这属于才子书 才子书最不好说 首先要说这段书 您得把原文给参透了 原文上怎么写的 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言的 一个字都不能错 说完了以后 再用自己的白话文 普通话 把这个东西再披讲出来 得给您翻译明白了 所以这里边差一个字都不行 而且这段书说起来之后非常难在哪 您都听了明白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东吴的这些个谋臣 一个接一个左一个又一个此起彼伏 他得把这此起彼伏的感觉给您说出来 您要是看过这三国演义老的电视剧 尤其是《蛇战群儒》这一点 那个地方拍的相当相当的经典 非常完满的就表现出来三国演义原文的这个风貌 所以能把这个感觉说出来就特别难 而且往后说越说越热闹越说越热闹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一开始啊 还比较尊敬 说着说着言辞激烈 恰巧到最关键的地方叫假然而止 黄盖出来了 所以这段特别难 那么三国这个书 在整个的评书演员身上来讲 这是最难说的一波 过去有这么一句老话 穷三国赴东汉 过去老先生说三国的挣不下钱了 说东汉的能挣下 为什么呢 东汉演义那个书热闹 那可不是才子钻能出来的 那可不是文人默克写出来的 那就是评书演员 世世代代的这些书书人 紫成副业也好 一辈接一辈也好 把这点书一点一点琢磨 一点一点编 一点一点奔理绪 他能不热闹吗 他把所有的热闹都搁一块了 三国不行 有原文的默克在那搁着呢 罗冠中先生写的三国演义就在那摆着呢 您不能脱离这个书的原貌 那么这个书里头有没有只能推敲的地方呢 也有 您要是喜欢看三国的话 我给您推荐一本书 叫三国志通俗演义 这个书有意思在哪呢 您要看咱们百二十回这三国呀 您看他这回目上都是两行 陶渊三接义 二一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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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一样 他把这每一回呀 拆得很细 更贴近罗冠中当时写作的历史原貌 您比如说有很多细节性的地方 很细节的地方您能听得出来 尤其是这三国演义 现在咱们常说出这三国 肯定经历过很多的批改 不管是毛宗刚也好 是金生战也好 对他的改动很大 有很多的想法啊 都是文人的想法 他不是武将的想法 你比如说你要往后边听 当时孔明六出齐山的时候 魏延提出一个战略来 说您出齐山我出此五谷 咱们两下合围 就把长安城给拿下来了 这就典型的文人的纸上谈兵啊 您各位想想 那么一个狭窄的要道 兵家必争之地 这司马懿他能想不到吗 所以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推敲的 你要通过看这个书呢 再结合历史原貌 比如说三国志 已经能得出很多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说龙中队 三分天下 三国鼎立这个战略 最早是谁先提出来的 就不是诸葛亮提出来的 是鲁肃提出来的 有这么一个东武版的龙中队 当时鲁肃提出来这个设想呢 三分天下都有谁呢 曹操 孙权 刘表 这是当时他提出来的这么一个龙中队的战略 所以您就听这个书里边经过很多的改良 所以三国演义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了 历史跟小说 跟传说 跟很多的故事混搭在一起 真假难辨 应了江湖人的一句话 叫兴家间赛神仙 就在这儿呢 别吃了 人家说书说的都没吃得这么欢 到我这儿来吃这么欢 你这什么意思这都是 一样的 我这个书不一样了 没有原文可参照 也不是没原文可参照 参照原文还不如听我这个 为什么这伙比特人这个书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意思 我看这书我就后来回了 我原来一开始 我一看头了还挺有包包的 我十三改着 劈着呼噜一个一个出 一个一个来 越往后越没劲啊 这个书最后已经形成了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是一伙人进行了一个第一人称的RPG游戏 走着走着欲怪了 劈着巴扎一碰砍 砍完之后接着往前走 最后把这大boss一打 这游戏结束了 就这么一过程 怎么让您各位听着有意思呢 别 本里柔 本里家 家的这些东西乱七八糟 说的我自己是焦头的烂额 那没关系 还能给他说话 说书的能耐 你们明天礼拜天明天下午要说隋唐 我哪天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上来就把秦琼说死 上来就死 死完了以后 然后让郑思杰接我 看他怎么把秦琼再说活了 哎这书没秦琼不行啊 这霍比特人想怎么说怎么说 我就特别的开心 今天郭文明跟我说 说你开一部书吧 我说开什么书 塞万提斯和他的西班牙的娘们们 我说这是什么书 唐吉柯德呀 哦这叫唐吉柯德 我说这个东西都有没有人说 过去来其实这不新鲜 你包括今夜这个基督山伯爵什么的 这都都干过 所以这事不新鲜 越说也好越说有意思 把这书能给您说好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那么今天呢 这会儿已经笨九点了 咱们就少说两句 其他的废话啊 有几个事情还是要说的 首先大盘跌了 大盘这一个礼拜 七十八十往下掉 屈阵语急的是焦头烂额 当然他跟我说了 他把他这个 已经把他这个 该出清仓了 已经都清走了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损失不大 我自己心里特别的不开心 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妖魔姐姐练剑道 得到了师父的表扬 说他这个悟性极高 练武的奇才 回到有幸运的话 你们可以去参观参观 这是咱们的一些事情 其实今天本来不应该有我 今天应该郑思杰在这说 结果他把我晃见了 他告诉他今天晚上有事 我说那我替你吧 我这一替他没有 今天他告诉他晚上没事了 坐在门口写字写关键 写的写的快七点了 他跟我来说这么久 老爷 我晚上可没场 你还得说书呢 我去 你早不提醒我 我自己玩的不是开心了 这时候让我开始奔回照 结果后来我这一步没留神 朱兆良抢了先了 说了投场了 朱兆良这说完了 武宗亮老师抢了二场了 把我扔到最后了 太缺德了 闲言少许输归正传 接演一对 托比特人 上回说 给您说到孤山一行 一行十四人 有打这穆金王国跑出来了 用的这个方法绝了 没有逼把巴金斯先生 他们算完蛋 巴金斯先生 瞧使穆统计 把这些人 藏在这大酒桶里边 顺着这河就给踹下去了 顺流而下 飘来飘去 飘到了长湖镇以西 这么一个港口 这个地方 就是人类所居的长湖镇 跟精灵王国交来往易 非常繁忙的一个码头 做什么买卖 酒 精灵不会酿酒 人类这葡萄酒酿得还特别好 全在这地方交汇 这几个大酒桶着一飘过来 这些人类的这些烧工啊 全在这港口这种忙碌着 眼瞅着飘这酒了 车里还说呢 爷们们赶紧忙过吧忙过吧 来了 空酒桶来了 哪是空酒桶啊 一个一个酒桶 往外边这么一搬 一个比一个沉 等到最后这大胖子 蹦蹦出来的时候 可倒了血没了 本身这位都胖 就跟谁是 跟那薛从似的 横竖都是 横宽 竖胖 四百多斤 大胖的 跟这这么一吨 那酒桶里装不下 把他这大酒桶 往外这么一搬 一看 这都露馅了 这里是人呢 把这一个一个酒桶 全撬开了 锁连下午段 甭等了 挺标局 王体这么一战 甭撬酒桶了 看明白了 是我 这帮人这么一吵 是你 你是谁呀 别的认不出来 看得出来是矮人 这是能看明白的 长湖站的人类 看见矮人 眼睛就冒金光 为什么冒金光 有点来历 想当初 使猫个大战孤山之时 把这个人类啊 从河谷镇给赶出来了 河谷镇的人出来以后 四散奔逃 其中有很大的一支力量 就来到了现在的长湖镇 也就是说 长湖镇现在住的这些居民 很大程度上来讲 那都是当年从河谷镇 跑出来的难民 这些人 见过钱 这些钱打哪来的 有打矮人的手里的拿来的 矮人当时副甲一方 整个孤山之上 全是金银珠宝 那当然了 你们吃汉堡 我也得能甜点酱呢 还一吃奶酪的 小脸显得没有外人了 务力就没有外人了 现在 要开始 要倒霉了 想得显得你没有开会的就没 都九点了 开什么会 那可不吗 那些矮人 矮人有的是钱 随便撒点摊 露点耍 就包这些人类吃的 这就是股市之原则 对不对 股市怎么挣钱呀 散户靠什么挣钱呀 吃庄家的摊啊 那庄家怎么吃散户啊 算给你们呀 一个道理 互相利用的关系 所以这些人 一看你这矮人 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钱 金子 钢瓣 钻石 想的就是老子 好家伙了 尤其是在看索林项目盾 那跟一般的矮人 非同一般 为什么 索林那是什么 皇亲的国戚 往这这么一站 挺标区 甭笑了 看看我是谁 眼睛一望过 你是谁呀 我呀 山下国主 孙之子 索尔之孙 我叫索林 嘿嘿 相目盾 哼 这一说出来 他那意思 我这一提不来 这到哪了 到了长湖镇了 快到我们老家了 他们一听 当时就得跪下 索林 相目盾哪 再看对面 站这烧工 什么 相目盾 耳朵您听说过 没听说过 什么 头颅刚才说什么 他叫什么 叫索林 喂我们就听说过索图 索林 索林 耳朵您怎么忘了 山下国都领矮人之王 不叫索尔吗 他刚才说了 他是索尔的孙子 哦 小皇上来了 什么叫小皇上啊 哎 你再说清楚点 你也是谁 索尔 山下之国 埃尔波尔的那位国王 白胡子索尔 是你爷爷 是我爷爷 你瞧瞧 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 奔旁边这六七个 烧工使了一个眼色 这帮人可能围过来 围过来 知道奔哪看 奔索林这腰上愁 这个矮人啊 喜欢炫富 这个腰上啊 别这一大金腰带 前面这大金扣啊 那都是二十四K的纯金啊 公产想多人二目 您想带这么一大金 个子跟那这么一挂 那跟谁是 那跟宇文成都似的呀 向下的金牌啊 一道理 呵 看见这个了 别的他们不认 认的是钱 不是几个得嘞 呼啦一下 这十来个人 可就把这十几个矮人 围在了当中 各位 咱们说实话 这十几个矮人啊 一个一个是窃窃私语 我给你说 干嘛呀 说自己矮人语言吧 让他们听懂啊 这矮人要说实话 跟人类要搭起来 打不过 为什么打不过 各位 您得这么想 这个矮人的身高啊 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劣势 要真跟这人类打起来 一点希望都没有 所以这些人把这矮人们当中这么一围 这几个矮人就害怕了 巴里头从独巴里 那意思 可留神低头了点 话音未落 头头带头这商工一时颜色上 哗愣一下 把这十几个矮人 个外有的还没出桶呢 直接给摁在桶里了 他就给摁住了 没摁住锁林 锁林开始反抗 眼瞅着对面过来这么一人 这小子一挥拳 超家伙 那意思过去 改一拳 趴奔着一摁 先把这些矮人擒住了 身上有什么值钱的金银财宝 记着看来一摸 把人一杀在河里面一推 完事了 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这一拳过去 锁林一看 对面这拳 这拳都奔自己面门 旁边这么一闪身 这拳走出去 啪奔过这么一大雨 咚给了一拳 前面这拳 肚子上挨了这么一下 往后 叮叮叮叮 倒退了两拨 好厉害 来人上啊 呼拉一下 这帮人 可就全都奔锁林来了 正在此时 就听着这些烧工背后 这个人 长得非同一般 面似黑锅底 黑灿灿的一张脸 面带苍苍脸上皱纹堆垒 可看年纪不像那么大岁数 大概在45岁往上50岁以下 这么一区间 一头绿色的卷发 这叫自来卷 一对大还眼 两对狮子眉 七扭八扭 直入天餐鹅角 狮子鼻风海口 海下呀 清吁吁的胡子茬 本身这么一瞧 上身穿着鹿皮的砍尖 里面是空心 腰中系着一条大袋 下边穿这么一水刹光脚 奔着这么一阵 腰间挂定一口弯刀 一看那个形象 就是个水手 可是跟其他这些人 这么一比 唯一的不一样 这个人一看就厉经了沧桑 为什么 肩膀之上有几道刀痕 一看经历过战争 书中暗表 这个人是人类将来 长湖镇的领导 叫巴德 这个巴德 现在在长湖镇非常的不得势 什么原因呢 巴德的前辈 自己的爷爷 就在上一场 埃尔布尔之战 恶龙屎猫哥 轰战河谷镇的时候 他爷爷 就是带领 功龙手的功龙手小队 那个身份 差不多类似于 展化雄时候的关羽 马公手 按理说 这恶龙 使猫哥 在那一场战争当中 命悬一线 当时巴德的祖父啊 就用非常锋利的铁矛 射了三箭 这第一支箭 就打中了恶龙使猫哥 胸前的一块鳞甲 把这块鳞甲打掉 第二支箭射偏了 第三支箭 被使猫哥给躲过了 结果没有非常锋利的矛了 让使猫哥躲过一截 结果把这河谷镇给推了 这个人类最大的一个不好 这个人 各位啊 咱们得说清楚 尤其是现代社会 您听见 这个人啊 是最贪婪 最贪得无厌的一种生物 而且 沉怒极深 咱们老说这个佛教讲话 戒除贪嗔痴 必修戒定慧 贪嗔痴 这三种念头 就要了人的命 尤其是在现如今 咱们多说一点 在佛教来讲 这个时代叫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叫群魔乱武 您看看 现在的社会没有秩序 属于混沌非常的这么一种现象 您比如说现在有几种现象 这过去都不可想象的 现在这给人当小三 这是作为自己一种荣耀 现在一个老爷们包二奶 作为自己的一种资本 你各位您琢磨这个过去的不可能出现 起码这事得背着点 您好比说 我跟郭和平 我们两个人关系特别好 我同时跟朱哥关系好 我就得瞒着点郭和平 老郭呀 朱哥跟我 我们就是练练摔跤 他不能往这里去 现在不行 现在这事已经明了 不当丑事看了 所以这就没有秩序 还有什么 越有钱的人越抠门 这是什么原因 阶级矛盾 这是阶级矛盾 真是这样 越有钱就越抠门 越有钱就觉得这钱是好东西 人类往往就杜绝不了这一点 叹兰 那当时也一样 这恶龙屎猫子把河谷镇给灭了 这事赖谁呀 当时河谷镇的人类 他可不奔矮人那想 究其原因是索尔贪得无厌 攒下了万贯的家财 整个孤山里边全是金银珠宝 结果把这个恶龙屎猫子给招来了 河谷镇的人不这么想 他们一直念身下之王的好 为什么 仗着他我们过得都好 他们是给我们钱的 恨谁 恨巴德的爷爷 当时整个这些人类跑出来呀 万人唾骂 他张婶跟李婶都讲了 我跟您说李婶 这要不是就他们家不行 怎么他们会 废话 当时那三只姐啪啪啪这么一笑 把那龙舍子呢 咱们又跑出来吗 我说还真是 将来我告诉你他有儿子 去不给他找对象 哼 那他顿子绝孙 你这是人就这脑子 现在咱们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您究其原因呀 这为什么叫旁观者情 当局者迷 您身处在这漩涡里头 您弄不明白 这事到底怎么是对 怎么来怎么去 尤其是站在外边 一眼就看得明白了 这事明明就是你这合同没有效果 对不对 你外人一看 他自己他在这琢磨的 这本意又告过了 怎么办 他能告得了你吗 他告你告不赢哪 就这道理 所以这八哥呀 本身来讲 您想象他的身份 马攻守一位 那就是相当于是 国家的政府军队人员 起码是个兵物 按理说应该是吃粮当差的 没想到 就这一切可了不得了 整个家族败落 就沦落成打鱼的一个渔夫了 天天就在这码头 当一名码头工人 哦 待会再解释这个问题 结果这个八德 就沦落到现在这个程度 您这才能沦落到这个程度 八德这个人 那在常胡人 这些无产阶级的心目当中 是相当伟大的 那真可以说是四个秦琼了 塞了梦长了 孝母菜砖珠交友四梦长了 为人仗义 穷帮穷啊 各位穷帮穷是真感情啊 什么时候我没钱了 什么时候我落了牌了 我要了饭了 屈认语给我一碗卤肉饭 那对于我来讲 那就是天赐的恩德 对不对 他炒股赔了 我没别的 给他买一套煎饼 他也应该是感恩戴德 那富的人 那有钱的人 您放心不散财 还就是这样 这八德您别看没什么钱 自己身份也比较低呗 敢散财 敢交朋友 整个码头上这些工人 这些个长光 这些个渔夫 跟八德都是莫拟之交 所以后边这么一声 断裂到旁边人这么一听 八德来了 一牛脸 八德老爷 什么事 再次吵吵嚷嚷 大呼小叫啊 您过来 八德耳朵边人 跟八德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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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德这么一听 谁 他说他叫索林相吾顿 这索林 牛脸这么一瞅 跟索林相吾顿四目相对 索林看着他 哎哟 看这个人类非同一般 就觉得这个人非同小可 跟其他这些人 不可同事而言 八德也看他 过去很尊敬 冲索林这么一抱拳 您是 山下国主之孙 索林不才 正是在下 哦 各位 将这些矮人松绑 干嘛 别人 他们身上有的是钱 你看你带街友带 别个废话 先松个绑 好嘞好嘞好嘞 这些人过去七手八脚 把这些人这么一松绑 这些矮人一个一个跟着这么一站 一看怎么意思 情况有变 八德往前走了两步 请索林 索林先生 借一步讲话 哦 您说吧 您到这干嘛来呢 索林看了一眼八德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不说 我们这矮人一行十四人 为的是去埃尔布尔到孤山 重新把恶龙使毛给赶走 把这堆金银珠宝取出来 我们是为了复兴 我们是为了复兴山下之国呀 跟他说 我想万一这小子要不是好人这怎么办 不说 得嘞 您叫什么 你叫我八德就行 哎行了 我也叫您一声八德老爷 他说这个 我们 他是 到这来当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我们旅游 你干嘛来呢 旅游啊 上哪旅游啊 就到孤山游玩游玩 上孤山游玩游玩 孤山那个地方 已经被恶龙使毛给占据六十年了 周围是寸草不生 旁边的河谷镇是一片废墟 有什么可留的 考古 考什么 你不管 你不管 我们到这有我们的任务 索林 我要没猜错的话 带着这么多矮人 莫不成 是要到孤山复兴 埃尔波尔山下之国不成吗 就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呀 索林倒吸了一口凉气 哎哟 我这还没说呢 他能猜透 巴德先生 您是如何猜到 还什么时候猜到的 我告诉你 索林 我家族网上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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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跟索林这么一说 这么多年了 你可不知道啊 说实话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放心 你连咱们这关爱都过不去 就得问长湖镇的镇长大人 光复埃尔波尔 他要不在了 我们可就省了事了 行呗 你要说这句实话 我告诉你 我帮帮你们怎么样 你能帮我们什么呀 嘿嘿 我帮你们什么呀 我帮你们通过长湖镇 过了长湖镇 帮你们送到河谷镇 埃尔波尔山下之国 祝你们一臂之力 不用你不行 那你自己试试起 我告诉你 想过长湖镇 万难 他说这靠谱吗 索林想不就脑子里的这么一钻 半信半疑 长湖镇能有这么可怕吗 我暂且先答应一番 哎 八德老爷 您要这么说的话 那行啊 您打算怎么帮我们呀 那可得听我的 你先等会儿 你帮我们过了长湖镇 我们是不是得运一点好处 您还真明白 我也不多要 光复了埃尔波尔 嘿嘿 这孤山里边的金银财宝 分你一份 行呗 干活 干什么活啊 来来来来 别废话 别废话 把这人都给装同里装同里 妈呀 刚从桶里出来 就装回去啊 甭废话 想到长湖镇就得使这招 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把这十四个大桶拽上来 搁的岸上 把这些矮人一个一个 重新给续进去 每个矮人续进去 以后在这上边 倒上了各种各样的鱼仙 什么叫王八 哪叫螃蟹 什么叫龙虾 哪叫海撑子 哪叫海肠子 什么叫炉鱼 什么叫海炉子 什么叫石斑 我这全想起来了 劈啪啦全给填满了 眼人耳目 装来装去 装去装来 到帮助那儿发挥 胖子 老朋友 进去呀 进不去 捅太小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旁边咱们一瞅啊 看见比尔伯巴金斯先生 你不是矮人哪 我不是 我是货币特人 货币特人 我们这有年头没见过货币特人了 你跟这胖子 你们合作合作怎么样啊 怎么合作呀 这么着是不着 胖子胖子 你蹲下你蹲下 哎 蹲下 帮哥不能这么一蹲 你 骑上你骑上 骑在脖子上 骑在脖子上 我骑在脖子上 那行吗 别废话别废话 过去跨土上骑在这帮哥脖子上 胖子站起来 哎 记住了 这词叫嗨喽 嗨喽喽喽喽 这什么意思 那个什么 把那个大袍子给拿来 找这一件成人的大袍子 把这俩人身上就这么一照 叠摩汉 俩变一 还真不错 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呀 就跟一正常的人类差不多 各位 您这个就听明白了 十四个人装进去十二个 这俩装了一个整人 十二个大水桶 里边全是鱼 装在这船上 八个一个人 再带上 八金丝 帮过的合体 压着这十二个桶 有打这河谷镇前面 长湖镇码头之上 本长湖镇可就开去了 说不要麻烦 正开的一半呢 就听见身背后这船上来 有人啊 叫了这么一声 八宗老爷 我瞎这么一听 甭问了 大胖子帮不上 什么事 我要尿尿 你尿尿没关系 你上边的尿尿才麻烦呢 忍着吧 又往前走了这么一会儿 就听这个河面之上啊 有这么一夜小舟 顺着河面水平之上 一边奔这边追 听见这船上有人喊 哎 前面人站住 再不站住 我们个开工放箭了 给我听住 八德牛哪 这么一看 一夜偏舟 上面有四个精灵 这四个精灵干嘛的 是由这木精王国跑出来 追赶这十几个木桶的 逮矮人来了 这船是进前水的船帮啊 两个船这么一交错 这四个精灵啪啪啪 伸手脚捷 可就跳着八德这艘渔船上了 哎 小子 站住 哎 四位精灵老爷 什么事啊 还什么事 问问你 看没看见 有一些矮人啊 什么矮人 没看见 没看见 不能 他们过了长谷镇码头了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飘那么十四个桶 绝对到你们码头了 你怎么说没看见呢 我说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不行 低头这么一瞅 一看这船上 有一堆水桶 这四个精灵脑子这么一转 甭问了 这桶里头都是什么呀 您这不看得清清楚楚吗 装的是鱼仙呢 哼 说说 一二三四五六 嗯 怎么十二个呀 不对呀 怎么不对 应该十四个呀 八德新的话说 是这十四个 旁边这二合一的一个呀 啊对 我什么叫 干嘛非得十四个呀 十二个水桶 我们把这鱼打上来 问你什么一装回潮湖镇 你拦着我们有道理吗 我对 一牛脸看旁边穿着一大袍子人 这位温政政一战哪 因为这些精灵啊 对这些矮人 包括别尔巴巴金斯先生 这印象并不深刻 他们追出来之后啊 看着像看着又不像 尤其是再看这面相 这怎么像那波比特人呢 那也不应该呀 波比特人什么个儿 我们现在清楚啊 有这么一天公伙没见长个儿了 一长还长了多一半 怎么那么老高了 是不是啊 过来跟他说一句话吧 哎 这小子 你是干嘛的呀 巴金斯先生脑子快 啊对了 我们是跟他一块打柴的 打柴的 上哪打柴的 自己这么一琢磨 打柴像话吗 不是我们是跟他掌握打鱼的 你等会儿 你说话吞吞吐吐吐 吱吱吐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是 我我我我 我就是跟他一块我们打鱼的 我给他打个下手 你穿这么一大袍子干嘛呀 我穿的我爱穿这个 没听说过 你除了打鱼穿这么复杂呀 那你是大袍子跟着这么一招 你不怕这水泉给你打湿了啊 那我不管 那我这 这正说呢 巴则跟旁边这么一听 别跟他废话 这要让这四个精灵给闹明白了 过去一撩袍子 一看你一大胖子 这哪行啊 这过去刚要拦 再看这四个精灵 看着巴金斯先生 看着看着可就不对了 看着巴金斯先生啊 这身高越来越矮 越来越矮的往下挫 干嘛往下挫 底下那胖子受不了了 刚才憋了一泡尿 这时候可不行了 这俩腿啊 煮的那只船上 嘎吱吱嘎吱吱 他这只打哆嗦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巴金斯本来骑他身上就不稳 晃了晃当晃了晃当 你个不留神 底下那大胖子方向哭叉一下 来里一大马趴 再看巴金斯先生 叹出去了 顺着这大袍子吧 连滚带爬可就出来了 哎呦这四个精灵 这么一看 哎哎 露笑了吧 哎 小子 这你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你这家伙 啪 抡起这大船桨来冲着顶头来 那精灵就这一下 直接就抡着精灵在脑袋上 啪 再看这精灵顺着船帮之上 啪 一头就栽到河里了 其他这仨精灵这么一瞅 哥你个怎么意思 咱们是打是否 还打呢 打不了 赶紧回去报信去吧 萨精灵身手敏捷 跳到自己的船上 摇开了响 赶紧跑了 干嘛就回去搬救兵去了 巴德一看 这仨精灵这么一跑 冲着巴金斯 巴金斯先生 霍比特然 看着这件事情够多悬 巴金斯这么一听 是 得亏有您 要不然今儿我们又麻烦了 甭废话了 知道不知道 去往孤山的旅程 异常的凶险 连这个关口都过不去 一会儿到了长湖镇 还不定怎么着呢 甭废话了 再装一个人不行了 你们俩呀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船上也没有其他的捅了 再让这大胖子帮帮 拖着别人把巴金斯先生 那也拖不住啊 哎 他一看那大胖子帮帮帮帮帮 你过来过来 哎 怎么意思 你今年多个岁数啊 我四十七了 四十七怎么长得这么少型呢 啊对啊 矮人来讲我们四十七 正处于青少年 青少年 我看看我看看 一看那大胖子帮帮帮 长得挺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在哪儿 白白净劲呢 脸上的胡子呀 倒是不少 我给你想个折行吗 想什么折呀 有打自己怀里头 掏出来一个叫刀 刮胡子刀 我给你刮个胡子 刮胡子到吗 你甭问待会儿你就明白 那不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这叫留胡不留头 留头不留 别跟我这废话 你以为你满青呢 啪呀 不是 你要不然你要我还拖着行不行 别废话 你拖着准得露一下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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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啊 过去拿这小刀子 把手里这么一割 各位 这刮胡子可以跟你们讲讲 这个过去这个 这个刮胡子 说白了做这买买的 这个我还真有所研究 为什么呢 这咱古楼地区过去 有一位剃头的老师傅 静魁老人 今年啊 是去年去世的 一百多岁了 一直啊 做这理发子生意 我就看完他的记录片 我从网上自己买了一个剃须刀 就是过去刮脑袋 刮灯这个 我回家自己这么一试 您别说还是真快 为什么真快 脸上四个口子 真快 这一蹭就一口子 一蹭就一口子 这玩意使好了还不容易 为什么这使好了不容易 您想象是容易 您现在经常 男同事您尝试 什么这个菲利普剃须刀啊 您要使这刀架 那么激烈丰富三 人家这个设计 角度特别合理 但您这脸上这么一贴 他这角度就正好适合挂这胡子 这刀不小 您得自己掌握这角度 这角度大了呀 角度大了呀 他刮得横 角度小了呢 他刮不下来 这角度得正合适的地方 这胡子才能往下下 所以这干这手功夫的人 手里都轻 这八个感情 就这手不错 为什么 天天刮鱼鳞 拿这小刀过去 就在这帮帮脸上 你忍着了啊 我先来这第一线 词儿 管喽 流血了 我让你干嘛呢 刮胡子就是马口呢 满脸写着吧 别着急 那边再来一下 词儿 哎呦话 那个谁带创作贴子 废话 那玩意又创作贴子 再看这帮帮我弄得满脸是血 你这这玩意怎么弄着 我这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刮 没事左右开工啊 这都行啊 哎呦 怎么给别人刮感情不是那么一 这霍比特人你会刮糊涂 废话 你看过霍比特人长糊涂吗 我们这位都不带长糊涂 会刮什么糊涂呀 那怎么办 帮过这么多 甭废话 你要干嘛 我那意思 把这胡子给你刮下来 我看你长得挺少气的 你给我装儿子行吗 凭什么给你装儿子 你看你看 你看 你这就不像话了 给你装儿子 装儿子 不吃亏 不吃亏 那不为了掩人耳目吗 你想想咱们去干嘛去了 咱不是闯长糊润吗 对呀 是不是秘密啊 是秘密啊 需不需要谨慎呢 需要谨慎的 机关秘密要谨慎的 哦 是是是是 那下半句是不是侦探北国走一程 瞎说八道 长糊镇上走一程 咱们还得乔装改办 那可不吗 那行吗 那行吗 甭废话了 要把我自己来 拿过来刀子来 大胖子帮国在自己脸上大袋滑了滑 把这点胡子呀 岔盖子 剃得差不多 这脸上还挺光亮 把这头发又梳了梳 趴在船帮上拿点水自己洗了洗脸 您别说 这大胖子帮国导致完了这么一丑啊 还显得真绍兴 尤其是这位巴德老爷四十五岁往上五十岁往下 他脸上就历尽了沧桑 还真看不出来 但旁边这么一站 再看巴金斯先生 那会儿正在青春年少啊 那旁边这么一站 哎呦 就宛如这个扎美案里的东哥春妹一般 俩人这一站还挺漂亮 一个小银娃娃 一个小胖子 俩人这一站挺好 还挺好挺好 你们俩就这么着得了 那我们两个人怎么装啊 这么着得了 别装儿子 为什么呢 我在镇上 这些镇上老百姓都知道 我有一儿一女 这玩意我再弄两来 回头他们到这私生子 这玩意我脸上也不得好看 咱们这么着 你就说呀 你们两个人是我远房的亲戚 到这来探亲来了 咱们眼睛耳朵过去不就完了吗 能行吗 试试啊 喊嘞 哎 怎么还变尸了 你不让我生小孩吗 行行 胖子 你有演戏的天赋 走 找了这么两头围帛 把这哥儿俩在脑子上大概围了围 别让他那么显眼 顺着这河流可就往下开 没多长时间 大概也就走了半天的功夫 俨然就看见前面水上是一座镇垫 这座镇可还真不小 长湖镇的规模 风云大概得在十公里左右 十公里 那就风云二十里地 恒不得跟现在北京城这么大 四九城这么大 当然不算外城 因为外城算郊区 大概也就这四九城这么大体面积 在这水上啊搭建的 各位呢 为什么不在岸上搭建呢 这有原因 在整个孤山地区 顺着这条河流的两岸 全是沼泽 这岸上搭不起来 就在这水上 气来一个一个都是小石坛 在这石坛上面搭的这房子 各位 维尼斯就是这么来的 本人这么一瞅 前面是一座水棍 是一碍口 整个前面可就能看见了 能看见什么 能远远的望见孤山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能这恶龙 使猫个六十年来 没有兴风作浪 导致整个长湖镇地区呀 这个天气非常的寒冷 在这长湖镇旁边的水流之上啊 都结起了这些的浮冰 远远的就看这长湖镇后边 阴暗飞城 整个湖山之上啊 黑压压一片一片的乌云 巴金斯先生站在这床上 远远这么一望啊 就隐约的觉得 此一番旅程啊 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果不其然 这条船 刚到这水关门口 就听见水关之上 有两个守卫大叫一声呆 水关之下是什么人这么大胆 休往前走再往前走是开弓藏剑 哎 城下的各位老爷 打鱼的巴德 风收归来 这是熟人呐 自己镇里的人呐 怕这碍口往下这么一看 不对 这些水桶上面的鱼 甭说了 巴德也没关系 旁边站着两个小矮子 哎 巴德 旁边站着的是什么人呐 这是我的两个远房的亲戚 俩小孩 没听说你有远房亲戚 是从何处而来啊 哎 结果 他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都东土大唐 哦 甭说了 有打东门来的 他们两个人看来 那跟咱们不是一个人种 别废话 能不是一个人种吗 咱们都属于人类 你看啊 说这句话 把这大胖子 帮帮跟巴金斯往前这么一带 两个人奔成这么一站 嘱咐巴金斯 把那微包摘下来 那我摟下了 没事 把那这么一摘 装闷 巴金斯跟那这么一站 看着关口之上 天色也暗 这两个守卫 站在这关口上 门下这么一瞅 隐约的看着像 看着个儿是小孩 看着面相也挺年轻 哦 这 你叫什么呀 巴金斯 叫什么 巴金斯 怎么还大舌头 那当 你看我们这孩子 奶生奶性 这孩子刚六岁 哦 那还行 旁边那怎么那么胖啊 帮帮帮往前正一站 嘿嘿 那行了别卖萌 知道你这小孩了 知道你这小孩了 这两个人真是你的亲戚 可不真是我亲戚了 我们远房 我四姨他们家的 哦 四姨他们家的 这可远点了 你甭管了甭管了 反正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亲戚 赶紧放我们进去吧 好吧 开关 把这水关王启这么一放 这条船 缓缓的可就进了长湖镇 这长湖镇南北啊 是这主干道这条河流 整个城市格局 这跟天津似的 中间是海河 两边是城镇 顺着河流往里这么一开 巴金斯先生偷眼这么一瞅 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长湖镇镇垫之上啊 哎呦 这个情绪非常的压抑 看旁边这些武行八座人 一个一个的心事重重 而且眼睛里的似乎都残留着这么一丝怒火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旁边这么一瞅 有几个做生意的老太太跟着卖手套了 卖手套了 眼睛可就堆着这条船 顺着这船一点一点的目光 慢慢的消失 这船又往前走 就看旁边两岸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满腹仇恨 看这条船 巴金斯回头一看这巴德 自己心里头啊 生了这么一分的怜悯 感觉这全是看着这巴德 这巴德跟着这么一战 他自己是愧然不动 巴金斯自己心里就不明白 这些人 对这个巴德老爷到底有什么仇恨呢 干嘛非得恶狠狠的瞪着他呢 不明白 这条船越走越深 越走越深 可就走到一个渔室的旁边 这渔室的旁边船这么一靠岸 还没停稳呢 就看这船上呼拉超 又过来三十多个渔室 来卸货 把这一个一个的水桶 可就要奔这岸上奔 巴德这么一瞅 这要奔过去 七着咔嚓奔 奔外边这么一道 人不要露馅了吗 不行 哎等会儿 怎么了巴德 今天跟往日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今天想换换交易方式 换什么交易方式啊 平常这么多年了 咱们一直是按金腰按两算 我打多日鱼 你们按什么劲给我 这都是功允非常 没错吧 那可不吗 对你我们就从来没不公平过 今天不一样了 不能让你们把这一条一条鱼 全给我盗走 干嘛呀 按捅脉 什么叫按捅脉 看清楚咯 今天给你来一个新的度量行 十二个 这叫易达 你来一达 什么玩意儿来一达呀 是你的易达 咱们别玩笑行不行 咱们别玩笑行不行 那你的易达 我的易达 不懂 告诉你 回回的 每天打完鱼回来 都是这十二个桶 十二个桶 哪个桶里的都是满的 每天 你也没多给 五十个大桶 今天一样 看都甭看了 值得给五十大桶 行不行 不行 我们得看看你 今天打的鱼质量 看什么 每天不都这点东西吗 各式各样 什么样都有 八德 你今儿那么怪呀 就这么怪 你今儿那么嗝 就这么嗝 你跟谁犯 我就跟你犯 八德 这可没意思 怎么着 杨国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说你个 看看 过来两个人 犹打着船上 搬起一桶来 这桶里边 正好是锁林向无顿 锁林向无顿在那鱼下巴这待着呀 忍的已经不行了 要按他自己的性格直接蹦出来 抽个东西就得跟这些人干出来 为什么这鱼太兴了 咱这鱼投了 埋得可够呛 在自己这忍着 就觉着自己的桶被搬出来了 做好了战斗准备 旁边这些人这么一瞅 看着啊 伸出手来 抓起一条鱼 下这么一扒了 这鱼也还真不少 扒了来扒了去 没扒了下去 可就没看见底下有矮人 欢迎了 又搬上一桶来看来看去 没有 看了一眼巴多 巴多跟那这么一战 这些人再仔细一瞅 有点不一样了 平常日子这鱼打过来 没桶的重量可都差不多 今天这桶一个一个的搬上来呀 明显感觉这分量不一样 有轻有重 那可不 这里有胖点的有瘦点的呀 这十二个桶全搬上来了 各位 你这要是聪明点 把那桶裤叉搬成这么一到 这人不就露相了吗 这些人还没到呢 搬船上这么一瞅 看这一小胖子跟一小孩了 巴多这俩人是 我们俩的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 那胖子你过来 干嘛呀 打哪来的呀 东吐大唐 我看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谁说的 小人老眼 长得就这么着急 你怎么吃那么胖呢 天天吃跟那鸡脉当老 那是得胖 爱不爱听相声 我老做头白 那个你过来 叫巴金斯 巴金斯往前的迷战 干嘛呀 我怎么看你们两个人 那样不太像人呢 仔细这么一瞅 看这巴金斯啊 咱们一再说 这霍贝特人跟正常人类有区别 区别在哪 在那脚上 大脚的板 尤其是巴金斯先生 两双四五的大脚 他可就看这脚了 你这脚这么大呀 我爱穿大号的鞋 你把鞋给我通了 嗯 通不多 不多 为什么有脚气 这俩人把巴金斯奔下巴这么一摁 巴德跟平常这么一瞅 又要露馅 那么费劲 哎 这位官老爷 哎 干嘛呀巴德 别别别别别 小孩的你招什么心 哎 看那 一牛脸趴这么一指 这些人哪 牛脸这么一瞅 可全顺着巴德手指的方向 搬那边一看 什么都没有 干嘛 转移注意力 就在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十二个水桶里边 出啊 这十二个矮人可就全蹦出来 蹦出来之后 我往外边这么一蹦 一个一个抽起水桶来 可就奔旁边站在这些渔夫脑袋上去了 给我再站着 把这些渔夫一个个全给摁着通了 旁边没人 为什么 这鱼是啊 那是一个黑暗交易的场所 这有地下交易 没有什么人能跑这来交易 巴德这个人在长湖镇做生意 跟官面打不了交道 官面神对他来讲 都是仇恨非常 所以他只能把这些鱼交到黑市里边 黑市有黑市的管法 这个黑市就非常不一样 官匪勾结 您看着这些人是黑市里边做生意的 实际上这都跟长湖镇的镇长相互勾结 把这几个渔夫奔下边这么一摁 把他们医生召唤根儿几个跑啊 奔哪跑啊 奔我们家跑啊 你们家在哪 就在这边 奔旁边这么一瞅 有一小胡同胡同里的阁楼 十二个人 加上大胖子帮我 憋着巴德顺着那胡同可就跑了一脚 能看不见了 早有耳目已经看明白了 旁边有俩钓鱼的老头 说那阁楼这么一看 从这这么一跑 跑过来十几个矮人 看见矮人 咱们刚才说了 就等于看见亲爸爸 看见胡爹 看见金子一般 看这些矮人正一过去 俩老头交通接耳 哥哥兄弟 报告 好嘞 两个人站起来 可就找镇长去了 巴德当时怎么想的 先把这些人给混进城湖镇 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们有点城湖镇的北边 再送出去 上了孤山就完了 现在这些人 已经打这岸上出来 奔自个家里跑了 这沿路之上 有没有人看破了 巴德自己 心里头也没破 所以现在耽搁不得 前面这十几个矮人跑 后边巴德追 追敌没人地方 跟几个等会儿 有话说 干嘛呀巴德老爷 还干嘛呀 在长湖镇 你们一分钟都别待 我现在就护送你们 出长湖镇的北门 先奔孤山吧 不休整了 休整什么呀 万一要被人发现了 行踪 败墓 可能哪都去不成了 那行吧 顺着胡同往出跑 刚跑出去 这还没到前面的爱口呢 就听见 听见 逮住他们 不要让矮人 跑了 长湖镇警卫队出动了 头要带领的这个人 就是镇长 一声令下 拦住 椅子排开 把这些矮人拦住了 巴德在后恩一瞅 万事休矣 哎呦 石指帮这些矮人 到了湖山 把史蒙哥这一赶走 把这点钱这么一分 我也挣这么一笔银子 没想到没想到 还没出长湖呢 让镇长给发现了 这镇长往这这么一横 验别赤牌 该站住 都是咋样来的 哎 这些矮人 嘿嘿 让我看见你们了 你们可是倒了没了 而等是从何处而来呀 索林夏武顿往前 站了这么一步 哎 小子你听好了 山下国主 苏恩之子 苏尔之孙 我叫索林 你就是索林 不错 项目顿 来呀 绑 绑 打吧 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 就把十几个矮人给绑住了 这十几个矮人呢 开始抗争了 左打一个 右打一个 打来打去 根本就没戏 一个一个的被人家 妈肩头拢二倍 就按在了地灯笼 给我跪下 十几个矮人 奔着这么一跪 这镇长往前 这么一站 哎 好大的胆子呀 矮人也敢出现在 长湖镇 不怕我们 把你们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 撕个撕个 喂了鹰吗 干嘛来了 说实话吧 十几个矮人 奔着这么一跪 一个一个全看八得 心了话说 这叫阴谋诡计 我们自己 要奔长湖 我们自己 要到孤山 没准还不至于这么惨 就是这八得闹的 八得往前 紧走了两步 镇长大人 可杀不得 八得 怎么杀不得呀 杀不得就是杀不得 为什么呀 您过来 镇长往前走了两步 您想想 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孙恩之子 索尔之孙 索林向部顿 山下之国 将来继承的领主 可就是他 怎么了 你也不问他们 到这干嘛来了 索林向部顿 说实话 到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了 行不更平 做不改姓 而且今天就跟你说实话了 我们一行十四个人 要去往埃尔博尔 上了孤山 赶走恶龙 使猫个 夺得山下之国的宝藏 我们是为了复兴 埃尔博尔来的 哦 复兴埃尔博尔 就靠你们几个人 就行吗 啊 对呀 嘿嘿 我看你们呢 白日做梦啊 八得 他怎么进的长湖啊 呃 他就是这么进的长湖 镇长大人 他们几个人啊 到了长湖镇的南关口 我一看他们行踪不轨 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就全勤住了 勤住以后装在水桶里边 兑上鱼 我可就混进来了 旁边索林向部顿 棍子怎么一听啊 你说这个八得 果不其然是阴谋鬼地 说了半天 把我们全给卖了 各位 八得可不是这么想的 八得是怎么想的 这个长湖镇的镇长 贪婪无度 他不是就要的是钱吗 他要的不就是将来孤身的财宝吗 我让这索林向部顿索性就把这实话跟他说了 说完了以后 非但长湖镇的镇长 长湖镇的人类不会把这些矮人除掉 肯定还得给这些矮人一定的提养 护送这些矮人到了孤山 他们为的是分财分宝 这多好 到那时节等这些矮人 倘若真把这孤山重新躲下来 把这财宝这么一分 我分这么一份想尽一切办法 我把这镇长这么一除 这长湖镇可就是我的了 简简单单的就这么一个渔夫啊 自己的想法非常非常的独特 也非常非常的宏大 把这话跟这镇长汤汤汤汤汤 大概这么一说 镇长这么一听 那如此说来 莫非这些矮人到了孤山就有把握 重新夺取埃尔伯尔吗 索林王起这么一战 这位镇长 我还就跟您说清楚了 到了孤山之上 这恶龙屎猫子他要在 我们就把他打跑 他要不在 我们就还省事了 镇长大人 您要是想要这些银子 您要是想要这些黄金珠宝 您就跟我直说不行吗 哦 通情礼 啊 长湖镇的各位百姓们 就这一声贺喊的长湖这些人呼拉超呼拉超 全问这广场来了 通知大家一件好事情 我们这来了伟人了 我们这来了索林夏木顿了 他是山下之国的国主 他是苏恩的儿子 苏尔的孙子 他到这来就是为了光复埃尔伯尔 他到这来就是为了拯救长湖镇的人类 同志们 欢呼吧 哗 埃尔伯尔万岁 索林夏木顿万岁 你就是我们的亲爸爸 耶 长湖镇这些人的一正昏喉啊 索林夏木顿站边上听着有点糊涂 尤其是这巴林一同索林 老索 干嘛呀 这人是不是都有病 怎么有病 这情绪一会儿一变 摸不准他们是什么脾气 管他呢 爱摸不准摸不准 摸准脾气还得把 摸不准脾气怎么了 咱们目的是什么 到孤山 只要在这长湖镇部全军覆没 比什么都强 果不其然 长湖镇这位镇长一声断鹤 把这些人全给叫住了 哎 老少爷们们 没别的了 咱们呀 一块拥护索林先生 索林万岁 索林万岁 索林我们爱你 索林你是最棒的 耶 来人呐 给他们迅速的补体 护送他们到孤山 就这一句话说完了吧 巴德心里的鲜美 各位咱说清楚了 你要看那电影里边 这巴德是个人类领主 最后得完领主之后 你要看这个人 不定多善良呢 可是你要在原文里的看 这个人就是过眼淫焉 就没有怎么提这个人 直到后来五军之战 这个人又出来 我就分析这个人 他是不是要救索林 是不是要进入这些矮人 不在这儿 他的主要目的 就是利用这些矮人 夺得最终的这一份财宝 把长湖镇据为己有 所以巴德跟旁边 这么一站 心里头也挺美 咱们输不要麻烦 过了这么第二天 长湖镇镇长 就给这些矮人 各式各样的补体 什么叫兵刃 什么叫铠甲 什么叫战马 什么叫干粮 什么叫水 什么叫桃 什么叫苹果 什么叫各式各样的 美味佳肴 就全备好了 矮人一行 一共是十四个人 尤打这长湖镇 北关可就出来了 登上了整个长湖镇 给他们准备的这条战船 顺着这条河 可就去了乌山了 放着这些矮人不说 咱们扭回头来 再说甘道夫 这儿还搁着一个人没提呢 各位甘道夫 打咱们头几回说 一直到现在 这个人已经消失了 消失到哪儿去了 他要探访索轮的行踪 这位甘道夫先生 自从 在这个半寿人的洞穴和矮人 分到扬镳以后 游打这个地方 奔哪儿去了 您要能看这原文 老写这么一个 尤其是魔界原文里写的 这个索轮的这个聚集点啊 叫做魔多 魔多这个地方的地形在哪儿呢 在整个中土世界 在整个中土世界 东南角 有这么一块方块区域 这个方块区域就是魔多的地盘 那么此时索轮的魂灵 可没到魔多 去了一座死亡之城 这位甘道夫先生 自从跟这些矮人分手 自己一个人之身 可就到这座死亡之城了 到了这座死亡之城 城下这么一看 再看这座城池已然荒废 里边啊 隐隐绰绰的 一缕缕的蓝瓜鬼火 甘道夫先生倒吸了一口凉气 处着自己的群掌 往前走一步看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 可就慢慢进了这座死城了 刚到这死城里边 就感觉周围 一阵阴风四起 浑身冷嗖嗖 就感觉遍体声寒 往前走 左看看 右看看 就看旁边啊 一个一个的全是哥特式的雕塑 这些雕塑雕的还都不一般 数来数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个雕塑 每个雕塑素素的都是人类的模样 各位 这些人类的模样可不是别人 就是日后在魔界当中出现的九大人类 借流 老公 你都别啊 这 你全谁的哪个人 我怎么对谁的 这些人来说 这些人来说